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背景和从事的行业 好 我这边是 之前是最早是 贵州大学医生学院毕业 然后在中央美人学习 一直从事的是 美术编辑的出版工作 那移民之后呢 您的背景 在这边也是 移民之后呢 你给了自己一个 什么样的人生定位呢 我是 一开始我是想 尝试去做艺术家 但是很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就是说 当你 移民就像一坑树嘛 被年根拔起来 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你会枯萎 你没有养分 我也没有 水土不服 对 完全是水土不服 开始 然后就是 也是有那种雄心壮志 然后又到那种 三个阶段吧 一种豪言壮语 豪言壮语 最重要的是不言不语 不言不语 就是 中间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 胡言乱语 就是 胡言乱语 都疯了 那种 就是真的 桃言壮语 胡言乱语 不言不语 对对对 你开始 你想法会很多 你会调整调整 修正 修正 就用你的什么想法 可能你都忘了 当初一种梦想 对呀 那不言不语 不言不语 就是也有一句话 叫沉默诗经 所以胡君就是在 不言不语当中 现在又变成一颗 璀璨的心 文化交流之心 那么胡君呢 其实呢 在温哥华呢 移民之后呢 虽然呢 怀揣着这个梦想 一下没有落地 和现实呢 有很多违背的地方 那么呢 他自己呢 一直在坚持着 自己的艺术梦想 并且呢 不仅仅是 从个人的这个角度 对吗 还担当了一个 文化的传播使者 我觉得现在呢 你还是实现了 你的梦想 那就讲讲 你在温哥华呢 去移民之后呢 你来怎么样 去创办呢 就是我们今天 主要要介绍的 这个 跟贵州有关系的 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书画 北美贵人行 现在他们觉得 是贵州的贵 他们说贵州 我们那个省委书记 就经常说贵州的贵 是一个中字 下面一横 下面一个宝贝 这是中国的一个宝贝 中国的一个宝贝 所以那来的人都叫贵人 那么呢 就是您的这个三界呢 做了三个 是做了三个不同的主题 是吗 可以介绍一下 我看您手里拿着三本画车 好的 我是这个事情的缘起 是伊斯联嘛 伊斯联我们是叫 加拿大知名艺术家 走进贵亚 所以呢 就是我邀请了 这边的艺术家去贵亚 然后通过这个活动 就发起了一个 有法省事的开灯 我看这个封面是 大大的眼睛哦 对 这封面就是一个封印里面的 一个有色的眼睛 这个颜色就是 艺术家的眼睛中 哦 那个眼周看画的时候 有点像加拿大这个 斑柴宝石的这个颜色 对对对 我说对吧 国宝 对 然后这个加拿大艺术家 走进贵阳玩了以后 然后15年 然后我们又搞了一个 中国的一个画家的码 这个码就是用 art across the Pacific 就是艺术跨越太平洋 就变成中国的画家 一堆来走进 温哥华 走进奔达比 然后今年呢 我们又选了贵 贵州五个比较有造诣 很高的艺术家 所以他们艺术家 也喜欢这样的秘名 叫贵山武风 今天的主题是贵山武风 对对对 贵山武风 这个武风 其实是指的五位画家 对吧 是是是 就是没有造诣的 你刚开始给我拿 拿这个画册 我来拿一下 刚开始给我拿这个画册 我还想这个贵山武风 这个是 跟 好像我知道中国有五月 这个武风 这个贵山的 这个是指的是人文的这个概念 对 那我看就是这个 今年的做这个 这个五位画家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对对 我们说杨梦龙先生 杨梦龙先生 他是很出名的 术画家 就是国画家 所以他画的 其实我们会在那个火穴 那个封面上就用 是他画的猴子 今年是猴脸 哦 他画的话就是 让你感觉到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好像那个形都是散散的 但是我们说中国话 他有四个字呢 叫行神 行伞 意不伞 就是行神兼备的东西特别强 然后 那是闪门的写法 行伞 意不伞 在 在绘画上也是可以 哦 就是说他 他在那个造型上 他不是抓得那么很严谨 他故意把它 好像那种 每一个brush 就放进 很放松 但是那种感觉 又是出来的 其实每个人 可以去欣赏一下 杨梦龙啊 还有我们的朱瑞 还有一个 我们的 我们的 林昌君 哦 朱瑞的作品 代表着 就是他的风格 是哪一类呢 朱瑞的东西 就很 很痒 我觉得他的东西 应该 就是 match 你的家里的 那些屁肆 他就是没有 很大力 哦 书房 对 他画的一些 什么 柠檬花呀 柠檬花呀 都很这样子 而且这次艺术家 可以给观众讲 这次艺术家 他们在中国 大概一次 一四次 就是人民币 大概就要上万 他们的价钱 对 他们的价格 只是一个 在中国定价的三明之一 所以对温哥华 喜欢艺术的朋友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接下来你介绍一下 第三位画家 哦 第三位 有一个叫 陈庆云的画家 他本人还是野军人 陈庆云 对 那他的作品的风格 您介绍一下 他作品风格 我觉得就是那种 水墨 很大气的 就是那种 山水 山水 就是烟雨朦胧 就每一张画 好像都是 雨中的那种 山水 冤蒙蒙 雨蒙蒙 对 对 就那种 冬术华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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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那么 第一四位画家 第四位 第四位应该是书法家 他叫吴昌军 OK sorry 吴昌军 我这张开玩笑 吴昌军 对 我说您应该叫吴昌朔 大家都知道 吴昌朔是 对啊 最大四级的 就是 对 说不准是亲切啊 嗯 哈哈 他的字还蛮有造语的 他是贵州十大 那个书法家 嗯 第五位是 哦 第五位是我们的 彭智霓先生 彭智霓很有意思 他他人很帅很高 他是个演员 就是 有你帅吗 嗯 有我帅 哈哈 好 福建也很帅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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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他是那个 彭智霓他很好玩 他他经常说 他是业余画画专业演员 但是他有时候又说 他是业余演员专业画家 反正他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他演的拍的电影还经常会讲 哦 然后他画的画面 哦 其实中国电影我们不太看 不太看 你看很有名 但你还没有看 你应该看一看 你都不看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你把他的名字在那个网上 中国应该是百度上搜索 可以发现他很多 他是 同时他也是贵州美术家学会的副主席 嗯 虽然我们每一次活动 我们每一次活动 但他比那个 政府都很支持我 我大概有四次 还有五次了 这个邀请中国艺术家 包括演员画家 都是那个 芬拉里士党 给我发布邀请 嗯 所以这个 他很 非常支持 很倔力 很倔力 嗯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时间上就不能 就是都在四月五月 所以今年这个 贵州武功 呃 北美书画展 所以就选择在 七月份 嗯 七月多少号 叫多少号 就是七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 哦 是这样子 哦 当那个时候呢 今年的这个会有多少艺术家来到这里 还有多少作品呈现给 呃 广大的 呃 文化市民 呃 你看 reviews 还有大概一百多作品 已经 nutritionist 嗯 这些作品呈 去展现给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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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色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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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 we worth it 可以去买吗 对对对 其实我也蛮希望 就是说这些艺术家 他们很辛苦 带着自己的100张画 然后还要被海关盘问 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还有壮标 很不希望他们又把这100张 原封波动也带回去 我还是很希望 温哥华喜欢艺术的观众 可以去和艺术家 开幕式那天23号下午2点 去和艺术家交流 7月23号 对其实23号是开幕式 22号是那个就是玉展 22号是玉展 22号是玉展 23号开幕式 所以就是希望 对艺术感兴趣 喜欢收藏艺术的观众朋友们 千万就是不要错这个机会 而且这些贵州艺术家 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在网上都蛮有名的 对艺术家 是因为我们的